整个身心世界就是一面心所变现出来的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再看第三个 业果的问题 如是扰乱 相待生劳 前面的整个世界 众生的产生都还是第八时 到了这一段如是扰乱 相待生劳 就产生了第七意识的作用 这个扰乱怎么说呢 就是前面有依报的世界 还有正报的众生 众生开始看到了依报环境 他要去受用 去追求整个依报的环境 想要把它占为己有 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劳 这个劳动的意思就是一种思虑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横审思量 也就是第七意识的产生 开始去思量 什么是我的 什么不是我的 这个地方的劳 主要是第七意识 劳九发尘 自相浑浑 由是引起沉牢烦恼 第六意识产生了 前面是偏重在法植 这个地方果植产生了 劳九 思虑久了以后 产生一个尘 这个尘指的是第六意识的一种植取像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树 树上有很多的苹果 就对这个香状产生直取 有直取就产生很多的爱曲的烦恼 老九发尘 这个尘是一种巨生的果植的烦恼 是微细的 自相浑浊是一个分别起的烦恼 是粗的 自相浑浊是什么意思呢 自相浑浊这个浑浊是五音身心 直取像有两种 一种是任运生起的 第二个要假见名言 要去思考才会产生的 自相浑浊是一种分别的烦恼 它不是巨生的 是我们对于五音身心的种种的分别 而捏造一个自我的相撞出来 就是分别的我值 老九发尘 这个尘指的是巨生的我值 是比较微细的 由这个第六意识产生以后 出现了爱曲的执着 就产生种种的尘劳烦恼 这个尘劳就是烦恼 因为它是染污的 叫灰尘 它是躁动的 是劳 有烦恼当然就产生业力 产生果报 产生因果的循环 我们这样子讲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答案有两个 一个是弥真即忘 刚开始是真如本性的一念的无名妄动 一念的弥紧妄动 而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众生 创造出来以后 这个相状又怎么产生相续呢 那就是直忘为真 在忘当中又产生第六识的爱曲 第六识的爱曲 第七意识的执着 使令产生很多的业力 使令这个众生世界又能够相续 所以相续是业力产生的 刚开始升起的第一个相状是一念妄动 所以 你真即忘产生了我们生命的第一个相状 第二个直忘为真 使令这个相状辗转的相续下去 又产生了业力 当然 这个地方的观念是说 我们整个身心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 我们以一个小故事来做说明 这个故事讲到老和尚心中的妄想 清朝有一个居士叫王鼎石 这个居士从小就很聪明 悟性很高 看什么书一看就懂 而且福报也很大 生活上的受用都非常好 他16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考试 住在他亲戚家 考完试的时候 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就不吃饭 后来病情就越转越严重 他就跟他亲戚说 你拿笔根植来 我要写一书 写给我父亲 他就写了 说 父亲啊 我的生命即将要结束 您不要伤心 我跟您就是只有16年的姻缘 他说 其实我前生是静山寺的一个老和尚 我身为一个老和尚 出家以后休学数十年 几乎成就大道 我做老和尚的时候 拿着念珠在外面惊醒 看到两件事情 产生心动 第一个 少年登科者 年轻人考上状元 功名成就以后 敲锣打鼓到寺庙来还愿的时候 我忍着心动 产生羡慕的心 这个妄想没有对质掉 第二个 我看到大富人家坐着美好的车子 很多眷属来山上祈福的时候 那种大富人家 我也心动 这两个心动的关系 我必须为我这两个妄想的心动来惆怅我的业力 所以我做你的儿子 他说 他死了以后 还要投胎一次 他这一生是做公民 是掌握权力 下一生要偿还下一个妄想 要做一个大富人家 我们常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不要讲那么远 说从真如本性 这样太远 其实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 是从你前生的妄想而来 你现在的妄想 当然我们很多妄想 其中一个势力强大的 就是你的来生 冷眼睛一再地告诉我们 外在的世界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创造出来 所以 我从什么地方来 我从我前生的其中一个妄想而来 所以静吐宗说 修行一定要对治烦恼 你看那个老和尚 借定会的上根很强 但是他两个妄想没有对治 还好 只有16年 这个妄想打得不是很重 所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性觉必明 妄为明觉 一面的妄动 产生了世界 产生了众生 众生 世界相互的作用 产生了因果 然后产生了整个生命的循环 就是所谓的弥真即忘 这个是讲到忘音 感谢观看